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很轻松学习到东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发展哦 当然 以往例 各位同学啊 在学习区域地理时 您一定要先知道这个区域的位置所在 而我们今天所谈的东欧 不明示意就是位在欧洲的东半部 我们现在就利用Google地球来找寻东欧在哪里 那同学 有没有看到卫星地图中红色的那块区域 那里就是东欧哦 好 现在透过这张东欧的卫星地形图 我们可以看到东欧的区域范围咯 东欧啊 北起波罗地海 东方与俄罗斯接壤 南边接连的是黑海与地中海 西方则和欧洲的西半部相邻 那大致的经纬度范围啊 是东经12度到东经40度 北纬啊 是40度到北纬60度之间 既然各位同学已经大致了解到 东欧的所在位置与范围了 那同学 对于东欧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是号称最神奇的国家 捷克的墨具吗 还是啊 保加利亚最有名的玫瑰香精油呢 那又还是有清二及清欧两股势力 僵持不下 闹着水生火热的乌克兰呢 刚刚啊 以上所提到的国家都位在东欧 可能啊 也有些同学知道 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啊 1990年代以前都被苏联控制 东欧各国大多属于啊 共产集团 长时间发展计划经济 所以啊 其日的经济发展活动啊 是有限的 而同学 如果你能再翻查 这一地区的历史资料 您就会发现到东欧啊 受到俄国人的控制 不止在苏联时期 早在沙皇俄国时期啊 就发动了数次恶破战争 想强占波澜 而且啊 西欧其他强权的国家 也对此地区啊 垂涎三尺 像是法国的拿破仑 及德国的希特勒 也都曾东征过此一区域 以上所述啊 足以佐证了东欧地区位置的重要性 那俄国啊 吸进此一区域啊 目的就是要取得往西发展的海上通路 那这也可以从啊 俄罗斯总统普丁 不顾啊 欧美列强反对 人要控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来证明 但是啊 习日西欧强权国家 为了要取得欧亚大陆的核心 也曾啊 数次东征 换言之 可怜的东欧诸国 其实就是俄国西境和西欧强国东征的中途战 那这更说明了我们学习东欧区域特色的核心概念 为何东欧地区啊 族群复杂 文化多元 语言复杂 甚至啊 自古以来政治纷乱 常有战争 如果有些同学不太清楚 没有关系 这部分啊 我们会在之后的地理教学影片 或是在历史科的教学影片区啊 会仔细介绍 各位同学 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东欧的自然环境吧 同学在看这张地形图 是否看到了有许多绿色和黄色的部分 那这就说明了 东欧地势有高有低 地形破碎复杂 不过啊 在这复杂之中 还是有一个规律性 我们在这张地图上 把克八千山做一个标记 同学是不是看出了一个规律性 那就是啊 克八千山以北的绿色比较多 以南的部分啊 则是黄色比较多 那这就说明了 东欧以克八千山为界 北部多为地势平坦的平原区 此平原啊 是欧洲大平原的一部分 南部多为地表崎岖的山地丘陵 那在这些啊 山地和丘陵之中 还是有一些小型的平原分布 像是匈牙利境内的匈牙利平原 到了最南边的巴干半岛 几乎啊 全是啊 黄色的条状 那这里是啊 巴干半岛的西北侧 东南侧啊 则是属于南欧的希腊 不属于东欧的范围了 巴干半岛的西北部啊 是以科斯特地形 也就是水银地形啊 著名于世 那当然啊 这也说明了此一区域 为什么最崎岖不平呢 由于啊 东欧距离啊 大西洋较西欧远 因此受到海洋的水汽影响比西欧少 东欧的气候啊 深受陆地的性质影响 多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为啊 位于南部的部分地区 会有啊 温带大陆性气候 向南渐转为啊 温带地中海型气候 那气候特色啊 会比较接近 位处在南欧巴干半岛东南侧的希腊 同学啊 你知道了东欧的地形和气候概况了吧 接着啊 我们再来了解东欧的水文特色吧 东欧啊 最重要的代表河川是多瑙河 由今啊 德国 奥地利 斯洛伐克 匈牙利 克罗爱西亚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摩多瓦 和乌克兰等国家 多瑙河啊 流量丰稳 自古啊 并有通航之力 但多瑙河啊 是向东南流入黑海 那这可是啊 远离了大西洋的国际航线 也因此啊 早期多瑙河水运的服务范围比较小 航运发展啊 受到限制 而不如西欧的莱茵河了 但是在西元1992年 多瑙河的上游啊 修除了一条运河 可以与莱茵河连接 让多瑙河和莱茵河能贯穿欧洲大陆 而且多瑙河的水运啊 可直通北海及大西洋 航运价值啊 也就更为之提升 根据以上的说明 同学是否已大致清除 东欧的自然环境特色了呢 当然 老师啊 目前只是针对东欧做个概览介绍 同学可能已经对了一些名词 像是什么 科斯特地形 万代大陆性气候 有点无差事啊 同学们啊 免贱免贱 有些啊 比较重要的知识及概念 老师会在后头的影片 再做详细的介绍 同学们啊 一定要继续观看下去哦 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认识 东欧的人文发展吧 老师刚刚啊 前面提到过 东欧的所在位置 在北边和南边分别可以接到波罗的海 黑海及地中海 所以啊 战略位置啊 有其优势 再加上啊 此一区的民族 语言与宗教是多元的 像是乌克兰 白俄罗斯 和保加利亚 同为啊 斯拉夫语系 信仰的是东正教 那但是呢 同为斯拉夫语系的波兰 杰克和斯洛伐克 却信仰的是啊 天主教 而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呢 则不属于啊 斯拉夫语系 可是这些国家啊 彼此之间是邻国 有的啊 语言相通 但信仰不同 有的是信仰相同 却语言不通 同学 你想想看 这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有时啊 这些国家还可能为了领土边界的问题 争吵不休 势必啊 长期处于啊 战乱的状态 那这里自然而然就被称为政治的破碎带 而霸干半岛啊 更有欧洲火药枯支撑了 谈完东欧多元的民族 语言与宗教 而造成了复杂的政治问题 我们在谈东欧的经济发展 先前老师提过啊 东欧国家在1990年以前 是受到苏联老大科的控制 所以啊 东欧各国小弟啊 大多采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那小弟当然要听大课的话啊 所以啊 东欧各国啊 必须依专长分工 那我想这也算是一种适性发展吧 就跟同学未来升学选校是一样的 会依自身的优势条件 选择对自己未来发展啊 最有利的学校啦 连归正传 我们还是回到东欧吧 当时啊 捷克和匈牙利的国内啊 因为矿产资源多 便分配到发展军火工业为主 而罗马尼亚的境内啊 有平原 所以啊 从事农业为主 主要负责的是提供 共产集团的粮食 不过同学记得啊 物极必反 因为啊 计划经济啊 太强调了专业分工 反而啊 导致过去东欧各国的产业啊 偏重单一部门 而且那时啊 是在冷战时期 苏联老大哥啊 忙着和资本主义集团的老大 美国对抗 共产集团的产业政策 是重军事国防而轻民生 所以啊 东欧各国的民生工业发展缓慢 但是啊 西元1991年 苏联老大哥垮台了 东欧各国啊 也就放弃了共产主义制度 于是啊 从计划经济 转而推动了市场经济 国民所得日益提高 有的国家还加入了欧盟 成为欧盟主要代工和工业零主件 生产的新型工业区了 像是捷克 借由过去奠定的重工业基础 加上高素质而低廉的劳力 吸引了许多国家前往投资 台湾知名企业红海集团 便在捷克设立了欧洲总部 布局啊 整个欧洲的经贸市场 好 同学在观赏完 东欧区域特色的影片 我们很快复习一下 刚才所学的内容吧 东欧的位置啊 北起 波罗地海 东方与俄罗斯接廊 南边接连是黑海与地中海 西方则和欧洲的西半部相邻 东欧的地形啊 以东西横更的克八千山为界 以北啊 为欧洲大平原的一部分 以南 山地 平原交错 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北侧 则多齐区的克斯特地形 东欧啊 因距海较远 故各国啊 多属于啊 温带大陆性气候 主要的河流啊 是波罗河 但受地形的影响 向东注入黑海 自上游运河修建完成 与南河连接后 此河道贯穿了欧洲大陆 水运啊 可以直通北海及大西洋 提升了多脑河的航运价值 东欧啊 地处东西往来 南北沟通的位置 民族 语言 与宗教多元 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势 对于东欧的发展 是一项重大的负面影响因素 东欧国家过去受到了苏联控制 采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但自苏联解体后 东欧各国产业纷纷转型 国民所得日益增加 甚至部分国家加入欧盟 同学们 是否对东欧的区域特色 已充分了解了吗 老师啊 就介绍到这里了哦 谢谢同学们有用心的观赏 记得要去挑战一下 老师出的线上评浪试题 以简合自己是否完全了解 这部影片的学习重点 过关的话 那就请同学们再接再厉 继续观看下一部影片哦 这样便可以更加上公共地区哦 Bye